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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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花了16年的時間 來印證這幾個名字 第一個 老師老師看過最嚴重的 老師也改過無數的這樣的名字 那到底有哪些名字呢 請看這邊好不好 不管你生肖有沒有核道 只要有以下這些字根 通通是不好的 但是生肖如果有核道 是更慘的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打的是新加坡 請用電話說 醫生怎麼會也在新加坡 他說 我其實不是他的女生 我是他的室友 那個他已經就是火化了 這個多禮拜 然後就已經出兵這樣 然後當時我會告訴你 像是因為他希望 就是我怎麼做你 你覺得你是上錯天堂 投錯胎嗎 鎖定今晚開運鑑定團 解開你的監生之謎 歡迎收看開運鑑定團 大家好 我是協志 大家好 我是錦雯 那今天的主題厲害了 叫做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我覺得人就是奇怪 有些人就會覺得自己 好像投錯胎 而不然你就覺得說 自己好像不應該在這個軀殼上 你有沒有常聽到 兩個女生對話就說 你既然那麼喜歡戴耳環 你為什麼不去穿耳洞啊 他說我不要 因為我下輩子不要再當女生 對啊好像有一種說法是什麼 男生如果打耳洞的話 然後女生穿耳洞 下輩子就會再當女生 對啊 但是我覺得有些人啊 很幸福就是說 他雖然譬如說 譬如我是女生對不對 可是呢 因為我的外表可以很悶 然後我的做事就會比較不一樣 就是可以阿撒利有沒有 比較阿撒利氣的女性 也有一些男生呢 他就是天生感覺就是比較 像女生一點 當然 Yes Sure 我剛剛我名字都講出來 你說他嗎 我沒說什麼 沒有啦 所以今天跟我們一起探討 這個話題的來賓厲害了 因為我們今天重金禮聘 從國外請來了 外國人來呢 讓我們掌聲歡迎國際巨星 瑞尼奇惟狗 漂亮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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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 any of the chickies in my pen they'll tell you you're the biggest mother hen I love them all and all of them love me Because the system is the system of The security Got a little motto Always sees me through When you're good to mama Mama's good to you I love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Hell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Hi Welcome to Taiwan Oh hi 分かりました 歡迎光臨 我們歡迎小米 小米 你根本就是把泰琴的頭髮拿來曬 你這就是我跟模仿泰琴時候用的假髮 真的 韓流來了還要穿成這樣 謝謝你 先請這個就坐一下 所以我們不但邀請到了國際巨星瑞尼奇衛閣之外 當然了 台灣人也不能輸 所以我們派出的這一位是台灣的天后 也滿會跳舞的 對 很會跳舞 而且唱片賣得非常好 讓我們掌聲歡迎金髮版的王欣霖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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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場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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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欣凌最近有在健身 對啊 活絲也穿得不錯 沒錯啊 為什麼你長那一段目 誰是欣凌 欣凌走了很長一段路 因為你羅波 不是 不是是羅波 因為我第一次穿得這麼高 高跟妳的跳舞 說我先把自己的小腿打斷 真的 上好時間 對啊 她也很到了 她真的很辛苦 那個腳受傷 要包刮 對啊 你手上那個是紙顆拉的 這個沒有 是因為那個我車大燈壞掉 直接拿開 對啊 對 欣凌大哥 好可憐 欣凌 好啦 你們兩兄弟別在鬧了 歡迎大餅 大餅歡迎 祝你快樂 來 來 坐坐坐 哇塞 我們一定要坐著嗎 當然可以啊 它裡面沒有安全措施耶 沒關係 因為現在很流行 就是記者都會拍你們那個穿 就是女藝人穿幫的 所以麻煩坐下來之後腿張開 好吧 你小心喔 老師你幹什麼 沒事 我們在幹嘛 好啦 介紹完來賓之後呢 老師也要介紹一下 是的 為大家介紹我們的命理陣容 首先為大家介紹我們的星座魔女 鄭佳麟老師 歡迎鄭佳麟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是紫薇靈動術達人 張維忠老師 大家好 張老師 我們的生肖寺移學 以及風水專家 江柏樂老師 嗨 大家好 我們的塔羅王子 黃士巡老師 大家好 好 現在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OK 我們所謂的上座天堂頭秀灘呢 並不代表就是說 可能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呢是不對的 而是說呢就是說 因為大家對於大小餅的感覺 都是以反串為居多 我知道你的意思 是說我們倆會不會很想當女生其實 其實很難講 你會不會覺得你的前世就是女的 我沒有那麼覺得過 我也沒有很想當女生 坦白說 為什麼我會穿女裝品 男裝好看 我個人也很困擾 就是這麼巧 我就只好 所以你不喜歡 不喜歡那個反串 我沒有不喜歡反串 就是說這是我的工作 然後我喜歡表演 OK 那可是我並沒有真的想變成女生 因為我覺得 筋痛真的好像很麻煩 對啊 那小餅呢 你自己會很喜歡反串嗎 還是你覺得你前輩子其實就是女的 坦白說 因為其實我曾經給老師去看過 其實我前輩子是畜生 是畜生 是嗎 哪一種 是貓 貓 是貓 那就說貓就好 也不要說畜生 就是畜生 就是那個下三到畜生到 投胎上來變成人的 然後他在上上輩子是禽獸 那是畜生 上輩子是貓 對 是貓 這一輩子可能就是比較柔性一點 對 然後就 可是你問我說想不想變成女人 我其實滿喜歡自己身體的 而且你問我喜不喜歡反串 我一點都不喜歡 但是我們在演藝圈工作 沒有人問你這麼多題啊 沒有… 沒有 他這樣好啊 因為我可以神問一句 我應該把我還問的 就問完了 因為其實我們在演藝圈工作 求的是什麼 無可取代的工作的那個地位 那其他男藝人其實也不屑做反串 那如果真的要做反串的話 有人做得聊 就是做得過我跟我哥嗎 因為我們研究這個研究好幾年了 對 國安是專家 穿高跟鞋 或者是說 你胸部哪樣比較美啊 或者說那個要… 請不要一邊講 一邊還轉好不好 這樣很頂級耶 不過講到美啊 我也知道幾個美的姿勢 比方說 像這個姿勢我覺得 我這樣做起來滿美的 像把頭髮先撥來同一邊 這很低級 站起來 然後 喝飲水機 不要喝飲水機的水 不要喝飲水機耶 我就知道你確定不受 你們兩位有辦法想像 如果當孫學志 反轉成女生會是什麼樣子嗎 反錯過啦 你反轉成應該像 孫翠鳳吧 什麼 英氣氛吧 沒有…我反轉女的 我反轉女的就像我媽 你媽媽 是孫翠鳳 不是 你反轉女生是什麼樣的感覺 你會不會排斥 我其實我排斥 但是工作我也還是願意做 因為非得做不可 因為我們也不是沒有做過 我們四個女的也都辦過 更何況他也不是 五五六六裡面辦女生最恐怖的 應該是黃少五 對 黃少五辦成這樣 這個年輕的時候的寄證 感覺被變得靈驗 像你們這樣男男女裝 這算不算是一種偽裝 而且是很好的偽裝自己 這是一種偽裝 心靈上的偽裝 搞不好也是 倒也還好 因為我們反轉也不會說 立刻講 會不會啊… 還是一樣自然的樣子 其實說比較 像穿短裙 腳就要一直合起來這樣子而已 不然其實我們也沒有說 在行為局勢上比較像 因為我跟她講的就是說 像有些女生 因為覺得說自己的長相不好看 她就用會化妝 化得很濃來偽裝自己 姐妹 天啊 怎樣 沒有 妳說她就化妝 化得很濃來偽裝自己 我在說我媽 好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從 新作排行榜來看 哪些新作它是會偽裝自己 鄭嘉玲老師 可能有些人為了偽裝自己 可能就是人前人後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來賓的新作 我們先來看一下 大餅妳是金牛座 可是妳的上身在雙子座 所以等一下兩個都要看 看有沒有上榜 然後小餅妳是天秤座 上身也在天秤 所以妳只要看一個就可以了 我們趕快來看到一下 哪些人 我跟大家講 她喜歡來偽裝自己的第五名 就是太陽上身在天秤座的朋友 馬上中獎了 小餅妳上榜了 這是好事嗎 我跟她講 其實小餅她剛剛自己 有點到一些問題 她為什麼喜歡偽裝自己 其實你們太隨和了 有時候會隨和到一個 隨便的狀況 而且你們的服從性很高 所以別人希望說 妳扮葬的時候妳就會願意 真的 妳們指的是我們嗎 指的是小餅 天秤座門 下圍她 她一直說妳們 我覺得好愛上妳 而且妳說妳們 我後面是有幾個老師 嚇死人了 天秤座的 就太陽上身在天秤的人 就是她比較隨和 所以她可塑性很高 而且服從性也很高 所以人家叫妳扮神 妳都願意扮神 其實妳原來的個性 說不定是很內向的 但是 老師妳知道妳講對了 幹嘛不太大 老師妳說 因為我其實我第一次 我上來台北京演藝圈 然後接下第一個 反串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不願意的 排斥 對 然後所以我化好妝皱 我就哭了一塌糊塗了 對啊 像是小女生要買掉 沒有 我覺得這是 本來應該是會這樣 像我第一次要嘗試反串 我也完全不能接受 完全不能接受 沒有 但是後來是被強迫的情況 然後穿好了以後 發現就有點上癮 然後穿完了之後就發現 其實它是一個表演 對啊 那就表演完之後 自己還滿上手 對 所以這是一個表演 是妳的生存之道 所以太陽天平的人 慢慢就越來越能接受 自己這樣的樣子了 這是第五名的星座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適合偽裝的星座是哪一個 就是我們太陽上身在 雙子座的朋友 大筆 還有寫的景溫 你們都上榜 我們三個 對 你們三個都上榜 我們組個團體 小虎對小虎 對 偽裝三人組 那組越來越來越越越越好 不是 妳是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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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幹嘛 當Ella不好嗎 剛才 因為我覺得其實 雙子座的人是常常都在做一些角色的扮演 大家知道雙子座就是兩個人嘛 對 所以它有時候可能是文靜 然後有時候可能是活潑 常常會有不同的角色扮演 所以你覺得它在偽裝 但是事實上它是真實的人生 就是有兩個不同的面貌 小意思也是這樣 別人可能看以為說 這個人怎麼這麼在偽裝自己 沒有喔 它沒有在偽裝 其實它就是這樣 就是第四名的星座 第三名就是很喜歡偽裝的星座 是哪一個呢 就是太陽上身在 處女座的朋友 聽就知道處女座假掰啦 妳不覺得嗎 王仁虎假掰嗎 不是 我說處女 我不是說處女座 我說處女 我不是說處女座 我們現在講是處女座 我就是這樣聽我就知道了 其實我們講了對 我們講了那麼多狀況 就是怎麼樣偽裝自己 就是有時候 你會不太希望說 把很真實的那一面給大家看 也是一種偽裝 因為害怕別人看透了 會覺得自己好像被扒光的感覺 對啊 所以他們當然不希望別人 太容易看穿它 所以希望說有多一點的 偽裝的成分在喔 這是第三名的部分 第二名是哪一個星座呢 就是我們的太陽 上身在獅子座的朋友 我女兒 女兒 妳是我啦 曾經變以為是獅子嘛 對 江老師就是上身在 獅子座的朋友 妳說獅子又是處女 對 長年翻校而已 真的 我跟你說 妳有小人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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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要講啊 真的太陽上身在獅子座 真的蠻習慨強顏歡笑 妳看張老師就知道了 所以張老師的笑笑喔 因為要是他們的偽裝 對 明明就是啊 可能就是上節目的時候都很開心 但是獅子底下呢 可能家裡有十幾個人要養 雖然老師開賓室 但是要養活的人也蠻多 而且我獅到了 十幾個人做賓室也蠻急的 哈哈哈哈 是老師 可是獅子底下其實是仙姑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老師獅子底下是女生 江柏樂跟林甄一直是同一個人 哈哈哈哈 像獅子底下是還在第二名 她會不會是因為就是 視座本身也很愛面子 所以跟偽裝 真的愛面子 我真的愛面子 她真的很愛面子 她欠文都顯得不肯承認這樣 對 她已經用身體緩了 明明就是人家 明明就是人家拋棄她 她都要說她拋棄別人 這個就不準了 但是像獅子說的 其實還是有一點愛面子的成分成載 這是第二名的 我們看一下第一名 最喜歡偽裝自己的是誰呢 就是太陽上身在天天的 鄉老師 鄉老師你海洋榜前三名 因為今天是你的特輯 鄉老師我們看到你是很偽裝的 很偽裝 又在偽裝了 還在偽裝 鄉老師是誰啊 你剛剛講的老師是自己是不是 對 請不要第三名稱稱呼自己好不好 我很害怕自己 我真的是 今天做的偽裝 她是怎麼樣偽裝 其實今天做的偽裝的方法 就是壓抑自己 真的 她其實內心說不定是很澎湃洶湧的 但是你看到她本來的 就是正常的面貌的時候 其實她都表現得很正常 然後也是很冷靜 事實上 她是在壓抑她自己 對 所以我要講了 鄉老師你給我小心一點 別再惹我生氣 我給你起來 因為事實說 因為愛面子 是 事實說愛面子偽裝 可是天界座她為什麼要偽裝 因為其實她不想要讓人家 看到她真實的那一面 脆弱的 對 然後她也不想讓別人 看到她脆弱的那一面 其實除了這五個上榜之外 其實有很多的藝人 都會很偏向是偽裝自己的 可能台上是很光鮮亮麗 很開心 但是台下可能又回歸到自己 就不可能那麼開心了 這就是人前強言歡笑 人後案 好 謝謝老師的分析 接下來要問問兩位 怎麼樣呢 如果說你們有機會可以選擇的話 你們會想要當誰 我希望我可以變成蔡依 我現在講並不是說 我想變成她那樣活了還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很厲害 我以前一開始她剛出道的時候 我還覺得她有一點 坦白說我必須承認出 她剛出道的時候 我是眾多取笑她的人之一 就在心裡暗暗地取笑她 取笑她什麼 就是看她的視野 為什麼她就是眼神老是失焦啦 或笑容很僵硬啦 或者嬰兒肥等等 老是覺得這個女人 根本就在開玩笑 雖然說她的唱片成績都還不錯 但我一直沒有把她很認真的 看待成她是一個非常厲害的超級巨星 那一直到這兩年她的表現 她首先她就是沒有敲課念完大學 還當藝人 這已經讓我覺得很震驚 因為我就算是家裡 我就算是拍瑞士西爾頓 我也不可能不敲課 就算是學校是我家開的 老師都讓我毆啪 我還是不可能不敲課 她居然可以不敲課 然後工作這麼辛苦念完 更重要的是 我在網路上看到 有一個就是她舞娘的 那個香港演唱會 有一個觀眾 她是偷偷地用那個Viva拍 她在台上這樣 然後再PO在網路上 觀眾偷拍的時候 也是沒有剪接的 然後她就從她的旋轉 跳有點 然後一直到尖奏 不是有彩帶 然後有球 然後一直到跳完 完全都沒有出錯 一個錯都沒有耶 她連一個頓彈都沒有 你要知道那個要 你要練多久的體操你才能夠那樣 可是她只是一張專輯的籌備時間 我就覺得這個女的 很強啦 她其實是 她後來的 她變得是一個非常有企圖心的女藝人 可是她很用功努力 因為之前我跟我哥在 有一段時間在模仿她 可是我們只是模仿她 裡面一點點的舞蹈而已 我們弄好久耶 練習好久 後來我就是 因為我們在一個節目 有新的單元 我就真的就表演舞娘那段 有彩帶那個 我光是什麼 旋轉 然後把這個腿拉起來 我就旋轉 可是她就很厲害 然後她還讓一個丟 然後還接住 真的好強 那小柄呢 我蔡依珊 我想編成 Billy Holiday Billy Holiday 不是女靈 也是女人 可是 還說別人耶 我是講一個概念 我是講一個概念 因為我哥跟我講說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很多美國兵 他們去打仗的時候 其實他們死前喊的 最後喊的一句話 很多人喊的是Billy Holiday 可見這個藝人 他經營有多成功 他並不是喊Billy Holiday 對 他就說 我好想聽Billy Holiday 然後死掉 就之類這樣的東西 就是人在最 就是快要死掉的時候 可是他想要說的話 或惦記那個人 是一個藝人 所以我想要成為 那麼成功 那麼成功的藝人 那如果我是那個人的父母 我一定很難過 你都已經要往生了 你竟然還想到 老娘在家裡幫你指揮耶 你竟然想到 一個女藝人 媽 我要贏啦 你竟然放Billy Holiday 所以你覺得他是一個很成功的 對 我想要成為 那麼成功的藝人 所以他就是留下一個名 讓大家都非常惦記的一個 對 可是Billy Holiday 小時候當過廚季 後來因為吸毒過量 被都死掉在家裡 聽起來也很難吃 對啊 不過我相信啊 像他們男扮女裝 可以扮得那麼溫柔娇媚 很像女生 應該血液裡頭 就本身就有一點點 女生的那種個性 所以 當然都一定有啊 誰是兩個爸爸身高 可是有些人沒有 有些人就像 你看女生看起來 也會很像那種很Man啊 現在 其實我們就是要利用這個 夭壽準塔樓牌來測驗 我們要請黃士群老師 幫我們分析 到底你的身體裡面 裝的是什麼樣的靈魂 唉唷 這個問題 看出你的靈魂素質 到底純度高不高 還是屬於烈等的靈魂 選這樣玩笑的 他一開口 你就嚇到了 好激神的聲音喔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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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根本是很乾淨 好 所以ABC第一觀眾朋友 也趕快選了 到底你的身體隱藏著 什麼靈魂 老師你要做舉例喔 所以呢 小培 那個小比 小培 你小培嗎 你小培 好帥喔 我要C C 因為我是C 所以C嗎 大餅 我E 因為我E 鞋子 鞋子 B 請文 我就知道 鎮老師 C B 我選擇B 我會選擇B 江波樂老師 我會選擇B 好 觀眾朋友也趕快選定 到底你的身體裡裝著什麼靈魂呢 好 我們看一下 觀眾朋友選答案是D的話 你身體裡面有什麼樣的靈魂呢 D是 教皇 你是一個重視道德跟社會規範的人 基本上呢 你是一個屬於保守的靈魂 所以你很可能因為 因為父母給你的壓力然後結婚 或者是相親來結婚 因為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社會的規範一定要遵守 千萬不要違背他 所以他一個非尊 很重視道德的一個人 對 遵循社會的規範 遵守交通規則嗎 他也會害怕說 因為這樣過馬路會被人家看到這樣 壓力會很大 尋規導體 就很ㄍ的一個人 超ㄍ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D的朋友 如果你選擇答案是A 可以跟景文一樣 你身體裡有什麼樣的靈魂呢 惡魔 好 基本上 惡魔不是一個爛牌 我要先說 惡魔牌代表你有一個 嚴肅的靈魂 所以你會用 很多嚴肅的這個心情來看待 你的這個人生 但他為什麼有個輕浮的身體呢 他只是有的是豬哥亮的身體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 其實景文應該要用一個 放輕鬆的心情來看待 跟經營自己的人生 會比較不會那麼辛苦 好 真的很輕鬆 沒有 我就說你比較嚴肅 譬如說我希望說 把我的家庭還有整個人生 都是在一個整頓好的狀況下面 我希望他不要不怕 就跟好哥交往一開始 就已經以結婚為前提 這件事情就很嚴肅 有有有 景文其實我們認識那麼多女藝人 我覺得你的歌星算是比較那個 嚴謹一點的 而且像我認識那麼多男藝人 你也是這當中最嚴謹的 男藝人 男藝人 女藝人最嚴謹 而且你知道嗎 景文啊 我要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景文最嚴謹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就是他每次坐在鏡子前面的時候 對 他的手從來不會停下來 他就說 小品牙 你在幹什麼 要爭絡 你知道嗎 比方說坐一個小時 他的手就不會停下來 我沒有觀察到這一點 但你一講我發現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對不對 因為每次在休息室 他就是在我旁邊的位置 他從來沒停止過 對 他就一直畫 一直畫 不是 你好倒楣喔 你是怎麼老是遇到這種女藝人 沒有 但他也不跟我講話 他就是一直做他的事情 就是他不管幹嘛 手就是不停地在動 對 他就在看東西也是手就是要在動什麼 對 然後要不然就馬上每一天吃 要不然就這樣 可是我不懂 我為什麼會沉迷於物質 對啊 物質 對 你摸的那些東西都是物質 對啊 其實這個 這意思是說 你會很重視這個實際層面的東西 或者說我覺得我希望有一個 看得到摸得到的東西 好像有一個房子 讓我覺得比較安心 所以物質能夠穩定你的心情 像豪哥的肚子啊 對 又看得到 又摸得到 對 而且這樣子的人喔 通常喔 你們都很容易成功 所以請問是屬於 容易成功的一個類型 真的 老師你容易成功 幹嘛用那種警告的意外 這種人通常都很容易成功喔 OK 我們開玩笑了 好 謝謝 好 再看看 Rish的答案是C 跟小炳一樣 你有什麼樣的靈魂呢 來看一下 聖杯國王 有的靈魂是 宗教慈善 重視情感 它是屬於一個慈悲的靈魂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水藥 就代表的是我們人類的情感特質 所以像小炳一樣會特別重視說 可能跟哥哥啊 跟家人 或是跟朋友的這個情感聯繫 他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很可能這個情感 提升到一個境界之後 會變成一個慈悲 可能是一種宗教的心情 我覺得這張牌很好耶 對啊 發生在我女兒身上 也是這樣子 真的喔 就是開始慢慢的慈悲心 越來越多 會懂得去憐憫 他每次只要經過那個慈慕 所以一定要投兩件衣服進去 他才會回家 然後到最後自己家裡沒衣服 沒衣服 成為人家救濟的對象 在投成我的 慈悲心也不錯喔 對啊 好 大家來看看 如果你選擇答案是B的話 你有什麼樣的靈魂呢 選B的有協志 詹老師 鄭老師 江老師 對 影視 只有一個老靈魂 一個追求智慧的一個老靈魂 老靈魂真的很準耶 你們兩個 這是老靈魂 他們是老人 不是老靈魂 追求智慧 對 所以他們會反覆的思考 關於人生的種種的問題 希望得到一個解答 所以這樣子的人通常 上廁所也比較久 真的 小姐亂 比較容易便秘 或有素便的意思 上廁所比較久 是膀胱無力吧 在想事情 是開玩笑 他們花很多人在想事情上面 所以他們會 一邊坐車想事情 上廁所想事情 可能在做愛做的事 也在想事情 好 押走的來啊 來選擇這個 一段的朋友 跟大餅一樣 我自己想要知道 是一個反串的靈魂嗎 答案是什麼 釣人 想法 彈性 追求 突破 我一天到晚出來這邊釣人 不是 不是 這意思是說 其實這樣子的朋友 你們其實很容易遇到 這個作者或這些僵局 讓你有一種動彈不得的感覺 所以呢 這樣的情況會逼你用一個 彈性思考的方式 來追求突破 所以基本上 大餅一樣想說 我這次辦這個 這個 什麼心靈 王心靈 他一定會 希望能跟蔡依林 所以他會 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這個演繹 跟專業的表現方式 對 了解 而且基本上 也代表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耶穌基督 為什麼呢 你不是說我最後會 改辦耶穌基督嗎 他建議你可以這麼做 對 第一是說 你會因為這個受苦的方式 來追求精神的成長 所以你受苦越多 精神成長就越高 你是說我刻意追求受苦嗎 不是 就是你不知不覺的 會覺得說 應該要突破 你就是啊 你是說我是那種 家裡燈泡壞了 不去買個新的來換 一直在想說天啊 不是 反而是說 你作為的環境 還有你自己會比你做改變 謝謝老師的分析 謝謝 其實兩位到底有沒有投錯胎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確定的 因為沒有人可以預知這樣的事情 但是現在的你 最主要是現在的你 你會很喜歡你自己嗎 我還滿 喜歡啦 不喜歡啦 我還滿喜歡我自己 我說余秉賢 不是你現在這個樣子喔 我知道我有這樣嗎 我還滿喜歡我自己 但是那個我們 就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我自己的 什麼就是想法啦 精神的那樣 可是我不喜歡我的 呃 命運啊 跟怠惰的那一面 就是人都會有一個 你知道 惡劣更新 大餅有很苦的一面 曾經 他有很苦的一面 曾經 曾經沒有啊 一直都還在啊 曾經 所以要養家的那段時間 喔 錦文你也有很苦的那段日子啊 就是大家都覺得 修情比較漂亮那段日子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怎麼變這麼直接啊 那真的是喔 對啊 他後來都釋懷啊 對啊 他早就想開了 為什麼他就變戲劇 起碼也快一劫了 我怎麼變血腥 不是啦 因為現在放到什麼 還是到膽子裡 可以啦 好厲害喔 所以就是說 你就是很討厭人性 我自己脆弱的那一面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說 為什麼我那麼崇拜蔡藝 可是人一定有脆弱的那一面 那很難克服 你最脆弱的一面 講出來啊 快點 我很怕蟑螂 真的假的啦 等一下 你們不要蛤 你不要以為男生就不怕蟑螂 我曾經也是很怕蟑螂的一個人 那你現在怕嗎 你現在不怕嗎 現在比較不怕 幹嘛 我可以這樣 好 協志 那你敢用手抓嗎 我敢 協志我先講一個故事 你聽得會更噁心喔 好 蟑螂是一種非常厲害的動物 他們進化的速度 他們進化的速度是 他們快的速度是 我們這一代有什麼缺點 我生了下一代就改進了 對 然後他們現在進化的速度這麼快 所以我們不是常把蟑螂 沖到下水道嗎 所以現在的時候的蟑螂 會游泳 不是 它身上自然生下來 只有一層油 你怎麼沖它就浮在水面上 對啊 另外更厲害的是呢 我們不是常把蟑螂踩到一半 有沒有 一半踩掉 因此呢在澳洲有些蟑螂 它的頭跟尾巴都是頭 就是它有兩個頭 你把它一半踩掉 它另外一半還可以拖回洞裡面去 跟母蟑螂交配再生一堆 根本就是 因為有可能不是兩個頭都踩掉 那怎麼辦呢 現在人在好像馬達加加在哪裡 有一種蟑螂 它全身的關節 都是它大腦的一部分 所以你把它踩掉 它只有有一個關節還在 它就可以爬回去 你把它頭切掉 它還是可以爬回去 然後它最後是渴死了 是因為沒辦法喝水 然後我覺得蟑螂 真的是超額的一種洞 欸 你跟蟑螂這麼好喔 你去死啊你 而且我剛剛費哥也很怕 你只要跟他說蟑螂 這次你沒有辦法 蟑螂真的很可怕 蟑螂是真的很可怕 那你的小炳呢 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我自己 而且你不覺得潘若迪的正面 看起來很像蟑螂嗎 潘若迪的腹肌很像蟑螂 換我了啦 大炳這個話題已經過了 大炳 那小炳呢 你喜歡現在的你嗎 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我自己 為什麼 坦白說 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呢 其實我住在那個中藍鋪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沒有所謂的什麼 反串啊 或者是研究那個 性取向啊什麼 都沒有研究 我就是很單純一個 一個男孩子 而且那時候 其實我是那種 就是會 你知道在摩托車上面貼 夢幻男孩 或天涯一批狼那種小炭客 然後出去 真的啊 出去飆車的時候 會拿那個鐵管有沒有 然後在地上 然後插出很多火花 對 那個時候也許很瘋狂 你在日本長大了是不是 明明說 我現在暖了嗎 人家說落了 對 因為畫火花 也許就是很瘋狂 然後好像滿壞 可是 對 那個時候就還比較自由自在 對 可是進入演藝圈之後 就是有些時候 我們創討的東西不太一樣 然後有時候 又要反轉成自己不喜歡的樣子 所以我其實 有好長一段時間 滿厭惡自己的生活 可是自從有了泱泱 就有了小孩之後 我就開始自己喜歡自己 然後也喜歡自己的生活 所以那個小孩子 就是我很大的那個改變動力 一邊秀一邊還 我真的很討厭自己 一半是自己不喜歡的樣子 但是你現在講的是 你現在講的是 你根本就是不喜歡你的很多 這一方面 但你總有喜歡你自己的某的部分 你覺得是你最意義的 就是我畫畫的時候 你最喜歡的應該是你自己的 心下巴吧 對啊 還有我的 小比 你是電下巴 對 還有我的心下巴 很自然耶 真的啊 就變帥了 而且你要不要看傷口 其實是在這裡 你知道電下巴的傷口在哪裡嗎 在這裡 對 這邊有一條 對啊 所以它是從這裡開刀塞進去 對啊 其實你們的長相 就有一點點像女生的樣子 放屁啦 哪有啊 不是 人家說 男人啊 女相是好命 可是女人如果男相就是苦命 所以呢 現在我們要請張惠宗老師 從面相來分析 到底什麼樣面相的人 他是苦命 什麼樣面相的人是好命呢 老師 好 我們這個面相學 一定要是男生 男主外 女主內 男為羊 為鋼 代表龍 女為陰 為靖 為虎 最重要為什麼會男相 男人的命女相好 主要原因是他勞心不勞力 我們以前古人來說 男人在工作用手去賺錢 用腳去拖車 用肩膀去扛舞 這種人通常來說 是靠手跟腳去賺錢 是不好 所以男命女相的話 通常是比較勞心 他不用吃這麼多的苦 他不會為奴為利 但是我必須要區隔一件事情 男命女相 不是娘娘腔 是童顏 記得喔 童顏 就是娃娃臉的意思 所以你隔壁這一位 這邊也是這樣 50多歲了 看來童顏 50多歲 你男的蔡彥平喔 你好厲害 老師有做過整忙 你每天都包在童顏裡面 對 但是童顏裡面的經典 還是屬於我自己 不好意思 我沒有發現這件事 男命女相是要看起來像小孩子 看小孩 不是娘娘腔的意思 把它區隔開來好不好 那意思就是像我們就是娘腹腎 也是屬於比較稚氣的臉 但其實我們再區隔一下 以下這個就屬於比較屬於 勞心不勞力的 勞心不勞力 對 這個屬於 來 各位看一下 男生有沒有 男生的身體 女孩子的聲音 這種聲音 對 像某某老師 通靈順有一點點 一點點 可是它也不是小孩子的聲音 它是 娃娃音啦 它就是娘娘腔 因為它的聲音也不像小孩子的 它是比較用詞 所以就像我們比如說我們老師 然後配唱林志玲 或是水面桃姐姐的聲音 那整個接不下去 水面桃姐姐不娘腔 牠聲音很扁啊 各位小朋友 你們準備好了嗎 這是立金法 不是 立金法 這樣不太一樣 所以在女相裡頭有沒有 這個聲音還有眼神 是最不難改變的 所以它代表了這種叫做 男命女相 所以對自己來說 人際關係有沒有 是有影響的 給人家感覺第一印象 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像中金軒就有說過 她的聲音 因為常被取笑 所以她自己也很難過 所以這個好像會有一點影響 這是第一個 人家見面就是第一印象嘛 造成這種聲音 就覺得好像不太順 陰陽不柔和的感覺 好 第二個就是我們所說的話 我們在家靠父母 出來靠朋友有沒有 一個男人一定在外面打拼嘛 男人在外面打拼的時候 靠朋友 眉毛代表兄弟姐妹的意思 一個眉毛很細 天生很細的眉毛 代表出遊 在外面出遊 或是外出工作 沒什麼人要幫她 本身來說就是不得人緣 就連問十幾個檳榔 她沒有人告訴她 對 可是男生的眉毛一般都是比較濃啊 對不對 當然一般嘛 所以這種比較期格 比較屬於特殊的 比較少的 基本上比例是不高的 這種人不得人緣 不得人際關係 出外到處碰壁 難怪日本觀光客 那麼多人討厭 他們每個日本男生都修眉毛 眉毛修得好漂亮 但是我們去跟大家講的觀點有沒有 修眉毛是好的 就像刮鬍子 噴鬍臭的一種粗臭 或是剪鼻毛是對的 但不要修到已經離譜了 所以男生眉毛 也不能修太過於柳葉眉 不行 要有自己養長的資訊 跟命還是有關的 要有配合他的五行套 那有跟睫毛有關係 比如說睫毛長得很濃很濃 像畫眼線 比如像王仁甫那樣的 睫毛長也是得人緣的意思 代表他有遠見 很多次也得到人幫忙 可是人緣的... 人緣的睫毛就對了 人緣的睫毛長 那就是你遠看 他以為他聞了眼線 我以前一直以為他聞了眼線 睫毛長得很代表桃花 不懂得有桃花沒有異性緣 所以會帶來自己更多的一個財源跟機會 其次就是我們說的 我們男人要虎背熊腰有沒有聽過 所以很多的鎮傷 很多的鎮傷名流或企業界的巨子 或是有成就的男人虎背熊腰 男人要有擔當 給他感覺有恐無有力 以前的社會就是比較屬於 男人代表一個 我們說保護家裡保護家園的意思 一個男人如果是腰很細 或胸部很薄或肩膀很窄的話 代表弱不禁風 弱不禁風 好像風一吹就倒了 沒有戈背 沒有肩膀 這是是罵人家的意思 也代表我們說男命女體 給人家感覺是容易比較沒有成就 我以前真的是那個腰繫 繫到很嚴重的地步耶 23腰 對 我剛進眼圈的時候是23腰 太小了 這腰 然後可是現在是29 現在是喝啤酒喝出來 我如果穿馬甲 把自己的那個身上 綁到大腿這個位置來的話 也有25 我覺得我還是 過 景緯妳在講什麼 因為我沒有腰 對啊 她30腰 蛤 蛤 蛤 30腰 那簡直就是妙註了耶 不是這樣子啊 我又不是靠腰之類 會不會其實妳懷孕了 妳一直不知道 沒有啦 我真的沒有 你看 很嚴重啊沒有腰 景緯 景緯的小腹有沒有比屁股翹 但是她不先不老是 她是有才女 她是靠才華來取勝的 所以其實呢嚴格講起來 她也是前凸後教 小腹凸凸 凸錯地方然後叫錯地方耶 身鞋子 好 其次就是為什麼女命 男相不好 因為女命男相的話 她摺偶的條件比較差 因為古人就說女孩子就是要相夫教子 嫁到好的人家去 而且生個好的孩子 女命男體的話 不容易受孕 而且不能夠興旺後代子孫 其實就是 最重要一點就是 女命男相她本身來說 因為她長相不好 她的婚姻比較不幸福 她必須要拋頭露面 甚至於我們說要風吹雨打 這種人的話手很粗身體很寬 因為後天的環境 工作 造成她體格上向男孩子 有的是長相相 老師有沒有比較具體的 誰長相 真的是女命男… 女命男相 楊麗花 女人男相 那當然我們等一下會舉例說 其他這三個徵兆 我們形容好了 譬如說錦雯很瘦小 是一個match的車子 你把它當作卡車用 可能三年就壞掉了 不用到三年 不用到三年 三天嘛 就是這意思好不好 來 其實我們剛剛要講一下 就是 聲音比較粗厚沙啞的 哪個天啊 真的 我覺得張博之是一個很… 對喔 他的聲音 張博之真的是 他是卡車 煞車的那個聲音 對 老闆說 你當我皮要換 他講很漂亮 可是他講話的聲音會比較低沉 對 我們找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有沒有 我們有時候很多人會去 像他從一時拿走酒店 有沒有去過 有沒有去過 有些人去酒店 會發現很多女孩子 在那邊上班的 封城中的女孩子 他講話很沙啞 他告訴你 真的喔 我是因為喝酒沙的 我是沙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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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本命的聲音就是沙啞 沙啞 他就有喝酒啦 我沙啞因為這樣子 其實也滿可憐的 他也是無奈 但是因為他的聲音的音像 音的那種像 讓人家覺得他應該做那個 比較容易嫁得不好 或是感情不平順 或是職業人家辛苦一點 這種要稍微要自己自我提升 其次就是我們所說的 女孩子的臉呈現這個 顴骨比較高的 包括顴骨這裡高 這邊有腦後腱塞的 方形臉 土形的臉 那不就是順子哥嗎 對 順子哥戴假髮 就屬於那種臉 對 這種臉當然不多 可是還是看得到 我們時常會看到一些 做苦工的 我們之前節目上也找一些 那個搬鋼筋的那些女孩子 有沒有 手很粗 肩膀很垮 臉很方的 那種是屬於 如花形之類的 類似這種的 有時候你要看這種的很簡單 就是找一些做苦工的 路邊你稍微觀察一下 或是在工地裡面 搬鋼筋的女孩子 就是全國都長得很高 應該 比較適用 適用 那是因為後代的環境 照著她體格這個變化 體相不變的 日本女摔角手也是 看起來都是很高 可是刻薄的婆婆 也有全國很高 女生長得比較瘦 可是在全國很高 看起來都很刻薄 妳就四十歲 我跟妳穿下去了 老師 那人家為什麼說 全國高的女人會克服 因為她本身來說 叫經國不讓虛眉 她本身的權力欲望比較高 她自我的企圖心比較高 她認為她的先生 都沒有贏過她 還笑她先生是窩囊肺 這時候就產生 很多的一個壓力了 男生本來是很棒的 被她嫌得一無四處 那當然這樣 田地姐 等一下有個特殊例子 大家可以看嗎 田地姐是不是全骨高 可是她男人 她都很女耶 她很女 她有包住 對 那是要她臉有肉就還好啦 所以她不能太瘦 好 其次就是我們大家看到 這比較奇怪的 為什麼男生有禿頭 女生沒有禿頭 有沒有注意到 對 為什麼 女孩子本身如果毛髮稀疏 掉落的話 當然我們說這就是 可爾蒙失調 不值得是真的頭髮還是說毛 頭髮 慢慢慢慢一直脫落 我真的會脫越來越少 第一個 睡眠不足 老師你要好好講 因為我比誰都想知道為什麼 對 這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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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女生比較沒有 真的是女生沒有禿頭 女生沒有禿頭 但鞋子有 所以她現在很擔心 我們衣鞋 第二鞋子來看的話 這個代表荷爾蒙的失調 第二個代表性生活不協調 第三個 勞累日夜比較超勞 第四個勞心又勞力 這如果女的命是比較差 這四個睡眠鞋子都有耶 勞心又勞力 可是因為還好 因為這是直女生 因為通常女生比較是毛髮比較濃密 不過女生是真的也有禿頭的 有啊 有 比較少 更嚴重就是我們說得了嚴重的疾病 另當別論對不對 那也是不好的疾病 什麼鬼剃頭的啊 那種就是另當別論 那個疾病 對 像這種都是直降中 我們來這裡看一下這個 依小姐是不是 來看一下 依小姐 你看 她本身來說 她的本身顴骨是不是特別高 真的耶 高爆了 所以你看 這樣的女性能夠 主控整個高鐵的整個成敗 那種的企圖心 跟她的那個力量是很強的 所以求好心切的心是非常強的 也能夠主導這個 第二個 她鼻子挺不挺 挺爆了也很棒 挺到像座的耶 沒有關係 怎麼像人家畫啊 對不起 沒禮棒 你還要畫人家 你還要畫人家 你還給她畫人家 因為學校的課本很多的臉 都被畫人家 包你一輩子都訂不到高鐵的票 代表她本身有沒有 她本身她的決斷力 跟她的那種毅力是非常強的 也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經過不浪虛 第三個 她的鼻頭有肉 鼻孔不外露 是 這叫準頭 準頭代表她財富萬千 可以換個東西嗎 你不要再畫了 對 所以她等於鼻子這樣有肉 代表她錢很有錢 了解 其實就是你看她這個彎月嘴 其實她嘴巴也是滿甜的 嘴像彎月一樣 一直向上 向下的嘴 像大筆就不要一直向下 我才沒有周杰倫才是 你們兩個差不多 要向上 向上的嘴代表喜悅 代表好的異性 好的財運 所以她整個來看是好命的 好命的 OK 再來看這位 這就是屬於娃娃臉的 這位是 這位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年少龍的 蔡依山的父親 對 根本就是男版的蔡依山 她本身你看 好女生 好女生 人中以下有沒有 方圓有肉 人中這邊算是生的 而且這邊有肉代表什麼 中晚年大富 而且越來越安定 她的鼻頭比較細 鼻翼比較薄 代表中年來說運勢平平 所以這樣來看 她不是娘娘腔 她是娃娃臉 一身來說是富裔 她一定是個美男子 應該是個美男子 但妹妳在臉上畫一道像 像狸貓了吧 了解了解 謝謝老師的分析 連照片都帶來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從這個生肖性名學 來分析 到底哪些生肖性名學的女生呢 她天生就是男人命 江柏樂老師 好 老師要講這段話之前 請各位觀眾 一定要把紙跟筆拿出來 老師花了16年的時間 來印證這幾個名字 第一個 詩老師看過最嚴重的 老師也改過無數的這樣的名字 那到底有哪些名字呢 請看這邊好不好 不管你生肖有沒有合到 好 只要有以下這些字根 通通是不好的 但是生肖如果合到是更慘的 這個真的要特別注意一下 而且這個很多人還用到 來 第一個 所有的生肖 對 看到 第一個就是所有生肖 梅 雪 真 霜 枝 平 霞 為什麼 梅花 越冷越開花 你感情怎麼會順遂 下雪的雪 雪大概只有在農曆 三個月很冷的時候 才可能下雪 所以感情當然不好 真操 一個女生有癥結牌坊 就代表男人不碰 那你這個女人感情怎麼會順遂 所以一樣不順遂 再來看霜 冰霜的霜 當然不好 你現在就融化掉了 酒叫呼氣 汁的意思就是單單一汁 就是你自己一個人的意思 所以晚年也不好 再一個停 停停意義的停字 下面看這個晚年代表一個丁 丁代表孤苦伶仃 也代表自己一個的意思 這個霞 晚霞霞 只有順心而已 所以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只要女人有這種叫什麼 沒雪的 叫什麼雪真的 這些字的話 通常感情 各位可以想像 你左右鄰居百分之百一定有 通常不會輸 就算感情好 可能前往過得不好 對 而且我要跟各位報告 41歲之後 41歲之後 通常是滿可憐 自己一個人 老師在印證了16年 捲出這些字 就是說他工作即使很順利 但有可能感情生活很… 對 工作順利 但可能感情不順遂 晚年 大概中年之後 41歲就會不順 蕭霞本名就是蕭秀霞 它也有個霞子 所以霞子的感情會不好 好 如果說像這樣的名字的話 就做婚 就在你在40歲之前 你可能做得要死要活 但是可能晚年 中年之後享受沒有份 好笑 還有哪些字呢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英 美 秀琴 蓮子 鳳 秀琴好可憐 而且秀琴還是兩個字在上面 來 各位看一下 而且通常這個的話 通常在名字 比如說姜伯樂的樂 名字的話 有這個字的話比較不好 各位看一下 英字 美字 你看 通常所有的生肖裡面 英美叫什麼美的 什麼英的 什麼秀的 什麼秦的 什麼秦的 連感情都比較不順 那叫美英雖然不好 可是美英的媽媽就不錯啊 就美英的 她的老母 對 就美英的老母 所以你說秀有秦的 晚年的那個 對 而且秀跟秦 是在名字的第二個字 通常感情是比較不順序 41歲之後比較容易 那你們比較平衡一點 但是秀琴改名字了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陳菊 我們講陳菊好了 陳菊 呂秀蓮 有沒有 還有我們那個 葉金鳳 張琴 張大姐有沒有 張大姐最近也找到改名字 來改善 還有美鳳姐 很多 這個都有 所以這樣的名字來講的話 給他特別注意一下 另外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要講的是 當然也有客人告訴我說 江老師你把那個方字寫出來幹嘛 其實我要講 在名字的第二個字上 我要講的是名二 名二代表是晚年 41歲 中年之後 41歲之後 如果這個名字在名二 代表41歲之後 自己有可能自己個人 孤苦伶仃 你看 叫什麼真的 叫什麼平的 台灣叫什麼平的 原來感情是好的 感情也不平 我們會平 你會平還沒到 還沒到41歲 什麼俗的 我跟你講 叫俗貞 我可以講 百分之百從來沒看過好的 叫俗貞 那方字的話 秋俗貞 港星 對 但還沒到 還沒到41歲 各位來講 我講的是41歲之後 自己一個人 所以秋俗貞 有沒有可能感情變故 當然是有可能 所以俗貞 聽起來就是辛苦 這一組 老師要特別提醒 而且 講的時間比較長 但是語重心長 告訴各位 老師花了16年時間 整理這些字出來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老師 那你要講慢點 不慢 餅餅聽不懂 那如果聽不懂 再講一下 有叫這個鳳字 我要跟各位講 老師看過所有女人 叫什麼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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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女人 男命 一世人 從年輕做到死 一樣都很難 非常的辛苦 這講的是真的 真粹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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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男命 對啊 陳美鳳是女人男命 她小時候一直很辛苦 到現在 這這麼多錢還是很辛苦 從鳳鳳還是一個大男人 其實有的時候 女人男命是只有女人 還要出去打拚賺錢 對啦 不是說她是男人樣 而是說她的命跟男人一樣 對 命比較難命 跟男人這樣 到四十幾歲 還要打拚賺錢 對 妳的打拚賺錢好逗趣 對啊 所以各位看到 好像美鳳姐雖然賺了很多 但你看美鳳姐超過四十歲 但是還是非常打拚 對啊 就是女人男命 而且要扛家氣 對家裡面大大小都要照顧 對 美鳳姐的確是這樣 好 我們看第二輪 這個就是生肖入圍 好 可以看一下 生肖屬牛 冰君 兔 羊 猴 雞跟豬 在生肖性育園裡面 這些屬於小型動物 那小型動物用到有王 跟冠軍的冠 跟紅大化 對不對 如果牛羊豬 紅大化就被載來吃了 對不對 牛怎麼會是小型動物 牛很大隻啊 在十二生肖裡牛雖然體型大 但它屬於十二生肖裡面算是小的 因為有龍在 對 龍為王 老虎為王 老虎為王 這樣了解嗎 好 來 那我們看有哪些字 如果這些生肖用到冠軍的冠 君 靈 瑞 真 還有這個壁 這個名字都好常見 還有這個文 還有這個圓 還有這個詞 還有這個糖 老師解釋一下 冠軍的冠代表怎樣 代表老大的意思 小生肖逢老大 代表犀生奉獻 如果你名字 你是這些生肖 你用到冠軍的冠 君 這個靈 王靈靈 還有這個瑞 逢王 真逢王 代表個性也比較強 那個性強的女人代表怎樣 一生比較容易付出 而且怎樣 個性會比較逞強跟固執 勞心勞力 那這樣女人感情當然不順遂 所以各位帶來看一下 像這個B 玉 這個E 下面一個冯大 所有小型的生肖 冯大來講的話 他個性逞強以外 一生比較容易付出 不管為家裡 為自己來講都愛面子 從早到做到晚 都還是不會休息 如果名字裡面直接有個大的 我就 大餅 沒有 像謝祺大 謝祺大 對 所以謝祺大的大字 把它拆開就是要一人 一人叫獨大 一人獨大一個女生 一人要大的話 一人就是自己一個人 那如果謝祺大是組 41歲之後比較孤單 這樣了解意思嗎 那男生如果大字的話呢 男生大不一定要看人 如果鋒馬的話 像大便 如果你生要是屬馬 當然可以一人屬褲 那屬褲就比較不行 那你是小啊 那再來看文章的文 還有這個圓 各位看一下 文章的文下面是一個撇角 這個圓下面是一個撇角 各位看一下 牛羊豬啊 牛羊豬如果撇角叫 撇角叫上公桌 鸡不是被宰了之後 把腳塞到屁股裡面去 牛豬把它宰了之後 腳趴起來 趴在桌上有沒有 牛羊豬上公桌 所以 只要這些生肖 有撇角之根來講的話 通常感情也比較不適合 財富也比較不好 婉妮也比較孤單 那這兩個字可以特別提一下 為什麼 慈祥的慈跟這個堂堂正的堂 這個意思就是說 慈祥的慈上面是一個家罐 堂堂正上面有家罐 小型的動物 如果牛 兔羊 猴 雞跟狗的話 家罐的話 是比較不好 因為家罐就要拜奉王的意思 拜天公上公桌的意思 上公桌就表示被犧牲了 對 沒錯 所以是不好的 對 好 你看什麼姓 這個人的名字是哪 沒有 因為這個名字很多人種 好 我們再看下一組 生肖屬老虎跟龍的 在生肖新聞群裡面 老虎跟龍五行屬木 那各位看一下 陪 君 秦 玉 敬 各位看這幾個字 部首都是土字根的 那土字根的話 你本身來講 你的五行屬木 木來刻土是往下刻 往下刻代表這樣 勞心勞力 自己比較真心復出 通常女生在四十歲之前 真心換絕情 就是你的感情復出 但是呢 沒辦法得到回報 那這樣呢 這樣女人的話 通常命是比較苦的 如果你在名額的話 代表四十一歲之後 四十一歲之後 你還在真心復出的話 你不管為了你的老公 為你男朋友 為你的家人 為你的小孩 來復出的話 所以這樣女人 她命是比較苦 一生可能無辜可想 勞心勞力的樣子 那我們看 如果生肖屬虎跟龍的話 用到喜 家 品 可 君 各位看一下 這個部首 紅口這邊的 老五開口 開口必傷人 龍開口 龍開口 火氣大 以為嘆氣的意思 代表女人 你不是 我們講 老五開口 開口必傷人的話 包括龍開口來講 這樣的話 對你的感情 對你的工作 對你的財源都不好 那不好怎麼辦呢 你從出生 到你的死亡 到四十月之後 你可能還是一樣 不是罵人就是被罵 不是咬人家 就是被人家咬 所以這樣女人通常是 天生女人難命 感情比較不順遂 以外 錢財還是不具人 老師那個 餃子那個就出來 那個要怎麼打 鹽 鹽再也罵 好罵 罵 餃子是罵的意思 好 我們看最後一組 生肖 俗一組 蛇跟俗馬的 用到以下這個字根 玉 這個紅 這個芡 金 拆跟這個鳳 各位看一下 在生肖性別學院裡面 蛇跟馬五行屬火 那屬火的話 用到玉旁邊金字根 這個芡 西方為金 這個金 鸟 這個鸟自己為金 火來克金 在生肖性別學院裡面 金啊 金是組鋼鐵的意思 金是組鋼硬的意思 女人如果你的命 比較鋼硬的話 代表女人難命 個性也比較強 那個性也比較鋼烈 那這樣的女人來講 天生就個性比較鋼烈 當然你的感情 包括你的歸是比較不美滿 所以這樣通常都有所謂 女人難命的現象 想要成文竊 竊字 裡面真的有很多 大家都知道有誰的名字 對 但老師要提醒一下 如果是以上這一組 第一組的話 老師真心給你建議 這個名字讓人家特別改一下 這樣的女人來講 老師看過那麼久 從來真的沒有一個感情是順遂的 那希望大家都是好命啦 希望大家都很好 謝謝老師的分心 好 請這個要問問的兩位 因為你們常做反串的表演 所以呢 因為這樣的表演 會影響你們的感情觀嗎 會影響我們的感情 會影響我們的感情 會影響感情 是你跟你老婆嗎 還是 坦白說 因為我也 我也就是 男生女生都會喜歡嘛 自從做反串之後 你知道因為同志 不會喜歡那種很女一樣的男孩子 因為她是不是喜歡男生啊 他們追求的是陽剛的 所以我已反串之後 就是男生這塊的感情變得很差 那女人當然也不希望自己男朋友 跟 娘娘的 對啊 娘娘的 好尷尬就在中間了 不知道怎麼辦了 所以我有了反串之後 我感情觀是 感情觀變得更那個 模糊 不是模糊 更確定 不是更確定 就是更卑微 大餅 我們是好朋友 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你那段感情 真的很感人 我覺得現在很難得 會有這樣子的 這麼真的感情存在 因為當時我聽的時候 我也是哭得稀哩花啦的 你很... 大餅 快點啦 就那十年前那段感情 其實對大餅來講 結果他... 他住在新加坡 然後他每個月會來台灣工作 大概半個月 然後當時 那時候我第一年當藝人 然後我們就... 我在外面住一個房子 他如果來我們就會一起坐在那邊 然後那個是有鋪木頭地板 然後那個他... 那個... 他來的時候 因為他打赤腳走路的時候 不是會骨頭走在那個地板 他會有一個... 咔嚓咔嚓的聲音 然後我一直對那個聲音 就印象很深刻 然後後來我們有去... 那故事很長 真的要聽嗎 好啦 去泰國度... 你把它濃縮成故事大綱 OK 後來我們去泰國以後呢 我就會... 然後我們去... 去泰國玩啦 也要... 結果啊那個... 就是我們去... 吃東西嘛 就是在那個... 泰國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 然後它的餐廳有外面跟裡面 外面的桌子 那泰國是... 你如果去吃飯 然後你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 你會比較常坐在外面 因為它天氣跟那個景觀很明顯 可是... 就那個... 當時沒有什麼... 有個... 可是有一個老太太 有一個老太太 對...在賣花的 然後呢 他就... 跟他買了一朵花 然後呢 他就... 問我... 他就跟我說 他說... 我要跟你結婚 說... 因為他是阿根廷人 他就... 他會... 就是會... 你知道... 會打蛇 然後我也覺得很好笑 結果後來... 他... 有一天就是他回去了以後呢 他就... 打電話跟我說他出了車禍 然後他... 好像撞到頭 他得要去就醫 可是他在新加坡 搬得住新加坡嗎 他說他檢查不出來 在新加坡以前他住在香港 他說他想搬回去香港 給他比較熟識的醫師看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有車禍那麼嚴重呢 就... 但... 他自己親口跟我講沒事 我就不以為意 可是後來我們的聯絡 就越來越變成 他的那個... 跟我講的話 他就會英文跟那個... 西班牙文交雜 我就幾乎都聽不懂 他在講什麼 然後總是... 都以吵架為首尾 我也不懂為什麼要吵架 然後每次我去看他就會大吵 然後後來有一次終於他也就是... 被我說服了也同意我去香港看他 結果那一次就變成 是有一個好大的... 那時候還是啟德機場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颱風襲擊的啟德機場 結果那個飛機無法起降 滑航的飛機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去 就是唯一的那次機會 結果我就錯過了 可是當時是我演藝圈的世界 剛起步 沒有那麼多假期可以去 後來我就覺得 他為什麼老是找到也要跟我吵架 我就覺得他應該只是要 想辦法跟我分手 然後我心裡難過歸難過 但是想說 雖然這種東西也強求不來 然後我工作也忙 我就沒有再... 就是說... 跟他聯絡 偶爾跟他聯絡 我看到病況後來就比較少聯絡 大概一個多月以後 正好就是921 然後我就... 電話裡面有一通留言 工作完的時候我聽到的 但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 他就說 他用很疲倦 但是很清楚 感覺就是他... 我已經... 一段時間沒有感覺到他意識那麼清楚 然後很疲倦的聲音跟我說 我聽說台灣有很嚴重的地震 我希望你沒有事 然後也希望你一切都好 那... 我會再跟你聯絡 就這樣 然後... 後來呢就... 我也沒有想到... 想那麼多 就覺得他只是... 要是我有個朋友在台灣 然後遇到那麼大的地震 我應該也會想到打電話 問他怎麼樣 結果到聖誕節的時候 我突然想起這個人 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 因為我覺得聖誕節是一個滿重要的日子 我覺得我再怎麼樣都應該打電話 祝他聖誕快樂 可是因為正在之前 我曾經打去香港醫院 就是打去... 打去給他 後來有一個人說他是香港的醫生 他跟我... 講說他現在沒辦法講話 我... 有點猶豫到底要不要打 但後來我還是打了 結果他... 行動電話通了 然後... 結果接電話竟然是那個... 就是那個... 然後我打去的時候 跟我說他是醫生的那個人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打的是新加坡的行動電話 我說 你醫生怎麼會在... 也在新加坡 他說 我其實不是他的醫生 我是他的室友 那個... 他已經... 就是火化了 就一個多禮拜 然後... 就已經出病這樣 然後當時我會告訴你 像是因為他希望... 就是... 我這麼做就是... 他不希望你知道 知道他... 不希望你擔心 對... 然後... 這我有點難接受 因為... 他得了癌症過世 很複雜 不會解釋 還有回泰國... 對 我覺得... 你少講後面那一段 我還沒講完啦 後來大冕想念這個人 就是... 他死後... 有很長大概一年的時間 我幾乎都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 每次我只要... 就是... 工作完回家 躺在床上眼睛一閉 我就會聽到一個... 的聲音 就像是他... 沒有穿拖鞋 踩在木頭地板上行 我就會一直覺得他好像... 還在... 還在我旁邊 就給你這樣 對... 然後... 在他... 走了大概... 也差不多一年後 我們全家就是回泰國去 我們去度假 那我原本... 就是我們去度假的地方 是帕塔亞嘛 可是我們全家去 我那年一直不敢去帕塔亞 可是後來還是鼓起勇氣 就跟我弟兩個人 就從曼谷胖去帕塔亞 結果我站在那邊的海邊就... 哇... 那感覺真的是... 太可怕了 就... 每一個東西喔 就是你... 有形的 無形的 路邊的招牌 路過的人 每個人講話的聲音 空氣的顏色跟味道 都在挖你的傷口 你知道嗎 哇... 真的在海邊的每個人 越歡樂你就越難過 然後... 你知道更恐怖的是呢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好恐怖的 乍聽很靈異 可是其實... 泰國人就是這樣 他們生活步調很緩慢 大家不太會換工作 做一個工作他就做很久 但是那個... 中國農曆年嘛 然後我就逛回去 當時我們在那邊吃飯那個餐廳 很巧的是呢 那個餐廳外面有八張桌子 那農曆年大客滿 就只有一張桌子是空的 就是那一張 然後我就去那邊坐下來 然後我真的難過 想說我們那時候坐在這裡 然後他怎麼樣問我說 要不要跟他結婚那時候 就同一個老婆婆跑來問我要不要買花 就那時候... 姐妹都是你啦 不好意思啦 都是你啦 不行 你看我這麼無聊的 還可怕 OK啦 我覺得其實就是 人跟人之間的感情就是這樣 雖然說經過了很多年 其實我覺得這種人跟人之間的愛 還是很難...很難可以灌滅掉 我剛剛有幫大廷看了他的體位的命盤 針針都見血 他也滿感動的 所以說這段感情對他來講 是非常刻骨明顯 我覺得對警尾來講更刻骨明顯 尤其是對方又對他 做出這樣子的一個處理方式 也不希望他擔心 然後可能那些爭吵 只是為了他不想讓他知道這個事情 而故意去做的事情 那個爭吵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病毒膏肓了 因為他很老耶 他就想說我不要拖累你 我一直到我爺爺過世以後 我才知道我受的是什麼苦 就是我爺爺過世的時候 然後我不是司儀就會請我奶奶去上香嗎 他就會說為王人上香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所有人都 子孫都匹馬帶鞘 然後所有的賓客也都穿著樹木 只有為王人他可以 他愛穿什麼就穿什麼 然後他可以用一種很聰明自在的態度 走到那邊去為他所愛的人上香 這就是我被剝奪的你知道嗎 我覺得任何人都不應該要 因為其實你這一段時間你會以為 你應該就是為對方設想 可是其實就是陪你走過那段日子 我認為那個是任何一個 就是有為某個人付出情感的人 都應該享有的權利 就是這其實是 也許那只是一個儀式或什麼的 可是因為在這之後也就什麼都沒有 如果你連這個儀式都不留給他 我不知道那個東西 到底算不算是一個據點 所以就是那感情到現在為止 十年了一直無法斥懷 可是當然有部分也是因為 所以我自己突然又繞回來了 你還有辦法就是說 在這段過程當中 你都沒有可以再接受新的感情 不是我不能接受 我其實很積極的想去追求 所以你現在很渴望愛情 不是現在 我大概從九年前就開始渴望 我並不是說有多麼的癥結 有沒有 好 那你可以啊 你就擇偶對象了 但因為怎麼會說一群朋友在 那人家看到我來施號 他一定就會 他就會 通常大部分都會說 哇 大餅耶 大餅跟我施號耶 這樣子 然後不一定 他就會大致上會拒絕 可是拒絕也沒什麼 這種事本來就是一定要擬情無緣 比如他拒絕了我以後 這件事情就在一兩個禮拜 就會變成消化再傳回了 有些人啊 一輩子急急盈盈盈 努力追求感情 一輩子急盈盈盈 努力追求事業 都希望呢 是可以有回報的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就利用文書菩薩的占卜呢 來看看未來一個月 你的辛苦努力會有回報嗎 這裡有五個號碼 如果指數越高的話 代表你所收到的回報會越高 我們來選一個號碼對不對 這個遊戲怎麼會覺得這麼面熟啊 我是黃老師 好 所以觀眾朋友 未來一個月你的辛苦會有回報嗎 1 2 3 4 5 憑直覺選一張 4號 他很勇敢喔 大餅 5 大餅 5號 3 3號 請問1號 請問1號 4號 家庭是4號 江老師 1號 王老師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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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選1號 1號 我們現在盡量把答案揭曉了 所以1號就是我們所說的寶藏 太準了 也就是說一分耕耘有沒有 三分收貨 根本就是詐騙集團嘛 不是 不是 就是說你本身也是在那邊繼續在那邊作業 也在那邊進貨 也是在那邊買賣東西 可是你賣的東西突然間因為市場的需求 有一點提高了 所以一樣的東西呢可能代價而估 把它成長了三四倍 所以在一個月之內 對 那只有販毒啦 不是 老師的新書 這邊老師的新書要出了嘛 所以書賣的特別好 簡單來說 我們自己生活範圍來說 像之前富馬爺家都附近有出事情了 周圍的 你家就長 不是 這是什麼爛歷史啦 老師 他們也在烤香腸 附近的麵炭也在那邊做生意 後來媒體 這個歷史覺得真的好辣 媒體是不是聚集在那邊 對 使他們商機無限 對香腸貴三倍 我們也是趕快 客量增加的意思 這意思 突然間就是會有回收 就是這個地方突然發生某件事情 賣香腸的人就推到那邊去賣 對 無限可能 對 就是有人潮有車潮 帶來一個前潮的意思 對 你覺得趙建銘的例子真的很好 好 我們選擇這個二號的 沒有人選對不對 沒有 是住在美國紐約的陳太太 以及馬來西亞的李媽媽 有火星的牆泥對不對 有火星的牆泥好不好 土星的 Jackson 40分好不好 40分 任勞任怨 空流掌聲有沒有 就是說你在工作上面有沒有 你一直在努力的工作 然後你拼命的愛表現你自己 可能引來別人的誤會 或是你這樣的強出頭的表現呢 並沒有實質上的利益 但是背後人家認為你很努力 只是給你掌聲而已 空流流流流聲而已 是這個意思 就是他們叫好不叫做就對了 對啦 不夠啦 但是有得到掌聲就不錯了 對啊 對… 好… 所以其次就是選三號的 就是我們的鞋子哥哥有沒有 這叫做金蓮花 金蓮花代表感情有沒有 好激烈的感覺喔 80個 好高喔 我們兩個玩了 那叫做愛心用心有沒有 抱得美人 那個話代表比較屬於愛情的部分 有沒有 對於很難追求的愛人對象 可能原先只有期待 但是又怕帶傷害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你有一種望穿秋水的眼神 一直對著他 可是在這段時間當中呢 其實有很好的回應跟回響 他能夠感受到你那份溫暖 跟那份甜蜜 其實就是選擇四號的是 大餅跟小魔女對不對 是小餅 小餅 對不起 小餅跟小魔女 對不起 小魔女 他代表善待家人家運心容 這個心事誰能知呢 通常這種話代表什麼意思 在這個段時間當中呢 你的家人原先可能 各自在外地遊學或留學 可能你的先生是一個台商 在外地工作 可能南北兩地相思 在這段時間呢 所謂我們說的善待家人 就是互相的互動會很好 甚至於家運會提升 家人會更成功 恭喜啦 有沒有十分 不好意思 我看錯 我本來想選一的 我看個五 恭喜你 這一張 你的來賓都用過 那不好意思 所以大餅選 這個五的是大餅有沒有 叫做空虛心智啦 就是說二十分有沒有 小盡心智也放眼成功 先生你們快看啦 這個牌子有多順 他這邊有造型 代表你的客 在這段時間 因為你很努力的工作 可能這段時間也不要擔心 愛的人可能不在身邊 這如果是未來一個月的話 我倒是習慣了 習慣喔 所以想賺的錢 也許不是這麼夠 然後想生的官 並沒有心想事成 但這段時間是一個值得去耕耘 跟努力灌溉的一個好時期 也就是清心寡慾 然後我們不起不求 那麼做一個耕耘呢 我想下個月會更好的回收 謝謝老師 觀眾朋友 如果你這個選到二十分 雖然說分數很低 但是剛剛老師講了 這是一個很好 讓你往上提升的時間 對 不要因為說好像放空了 就什麼都放空 而且雖然分數這麼低 我在這跟你作伴呢 好所以今天呢 自己說是非常開心 可以邀請到大小餅 帶來精彩的表演 也跟我們傾訴了自己的一個故事 但是希望還是可以找到自己 很快找到自己喜歡的人 你在想安慰人 又不知道怎麼講的人 你很不擅長 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 謝謝大家 我要送付給大家 對 製作亮大哥寫個卡片 我只百分啊 一分跟雲三分分 對 三分拿一分送三分 來,請問要第二 神奇這個 神奇轉移三十六招 對,要怎麼樣得到 請打電話到 091 096 091 096 就可以得到了 謝謝景雲 謝謝大家 也謝謝四位老師 謝謝大家 今天晚上的 9點30分繼續鎖定 東昇綜合台 開運建議團 謝謝 拜拜 拜拜